臺北有位男子剪刀信用卡知乎 在臺北地下街大肆歌舞 每次使用小額免簽的功能 以為可以不被察覺到 不過兩天一共刷了十多筆 一共是一萬多元 最終被發現 警方腳上他 他變稱信用卡是朋友給的 最終人被一切到最嫌 進一步送辦 一名黑衣男子提著一大袋商品 走出店外 逛街完 他顯得心情相當愉悅 還日行一扇 隨手撿起地上的 衛生紙幫忙丟掉 但他撿得不只有垃圾 連他剛剛購物使用的信用卡 也是撿來的 先放解到信用卡後 就來到臺北地下街進行盜刷 然後每次都使用小額免簽的功能 試圖躲避追棄 臺北地下街的另一頭 又見到他的身影 他手上拿著盜刷來的戰利品 眼神已經在鎖定下一家血拼的商店 雖然每筆只有幾百元 但兩天內他就刷了十多筆 一共一萬多元 仍然被信用卡的主人察覺 原來他在臺北車站 撿到了一張信用卡 沒有拿去失誤招領 反而占為己有 最後警方拿著一疊刷卡明細 照上他 他還敢扯謊 編造一個不存在的朋友 便解釋有人 請他幫忙拋腿買東西的 但離譜理由 警方怎麼可能相信 清查盜刷地點 均在臺北地下街一帶 確認多筆盜刷均是同一人所為 後筆對相關刑案資料 過濾可疑犯嫌 根據了解 離姓嫌犯是竊到慣犯 這回撿到信用卡 他還覺得自己很幸運 開始大買特買 但犯罪行為全被監視器拍下 逃也逃不掉 繼續邀請成為臺北通報道